香港電視史上首個以通靈比賽為主題的真人Show 《通靈之王》 去年節目出街之後 人氣觀眾熱烈迴響 雖然有人支持 有人質疑 但節目收視一直折折上升 就連在MyTV Shooker重播都然是收視第一名 不僅如此 《通靈之王》更獲得2023年紐約電視電影節 爆發最佳綜藝節目獎項 可見節目受歡迎程度 有鑑於此 TVB決定成勝追擊 在今年開拍第二季 並繼續由鬼王梁詩浩主持大告 日前 詩浩率領兩位美女主持 王家衛和陳以德 齊齊衍生《通靈之王》的拜神儀式 祈求節目拍攝一切順利 受訪時詩浩表示 今次拍攝無壓力 事關已經獲得國際獎項的認可 所以今次只需要努力做好就行了 至於面對外界的質疑聲音 她亦表示不擔心 她說這個節目是教大家做好人 又說香港人是聰明人 而她只想將觀眾的視野帶去國際化 各位朋友 你們期不期待《通靈之王》呢?